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薪水追不上房价 一直是年轻人的痛 内政部长林友昌表示 会逐年增加设宅数量 另外也提出了七项 对疫情后的房屋租金补贴优化做法 同时将设立七年购物基金 让有购物意愿的年轻人 早日实现买房目标 为了抑制高房价 政府除了严打草房投机行为外 推动社会住宅也是重要的做法 内政部长林友昌 在视察住都中心业务时强调 政府要打击短期投机客 也要鼓励长期投资者 因此针对社会住宅部分 希望把民间的力量 与政府的设宅政策整合 希望逐年增加社会住宅数量及多样性 这样子我们的能量就可以扩大 就不只是我们中央政府 或者地方政府在全体推动 我相信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企业 包括团体 都非常愿意跟政府站在一起 让我们的住宅的政策 以及生活的品质能够提升 让整个国家的生活环境也能够得到提升 而为了在后疫情时代提供有需要的民众更多帮助 内政部方面也推出房屋租金补贴金额提高 对象放宽以及中产以下支用住宅贷款户的支持方案 其中租金补贴将扩大纳入18岁以上 及学生租屋族 2023年开始 我们会随到随办 此外呢 救护能够直接我们给予陆续的一个补贴 未来要申请的这个租人呢 他免付房屋与房东的证明资料 那这一点也可以让过去所谓的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的这个民众 在这一点上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方便 此外我们也放宽了适用房屋的一个范围 会以房屋税跟地震资料来进行比对 没有资料的人可以以切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另外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这个补贴的日期 会从合格家户他补贴申请那一天 开始来进行补助 此外我们也纳入18岁以上的租屋族 也就是你18岁 你大学一年级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次的租的一个补贴 此外我们也纳入教育部 若是学生的这个租屋的需求 学生未来所得到的一个租金的补贴 可以比过去增加一倍 刘昌海透露 内政部正在研拟设立青年购物基金的机制 让有购物需求的青年 透过自己的努力 加上政府的协助 在一定时限内存到购物的第一桶金 这个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让有购物意愿的年轻人 他透过他自身自己的努力储蓄 以及政府制度性的一个协助 让他可以在一定的年限里面 去得到购物的第一桶金 我想这一项政策将会稳定未来 我们年轻人对于购物的长期的期待跟需求 刘昌海博士外界所谓劫富济贫的批评 或是有排富的限制 强调政府本来就有责任协助民众 因为在过去三年 这个疫情的一个时间 很多的中低收入的民众 还有包括甚至我们的中产阶级 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而政府有责任来减轻大家的压力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 不是补贴 不是劫贫济负 而是帮忙有需要帮忙的人 刘昌表示完整的住宅政策规划 将先向行政院长陈建仁报告 讨论拍板定案后 预计周四行政院院会后公布 希望能更全面 针对问题 切中要害的一提一提 解开纠缠复杂的住宅问题 让国人住得起 租得起 并能用合理价格购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薪水追不上房价 一直是年轻人的痛 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视察驻都中心业务时表示 推动社会住宅是正确的方向 希望纳进民间的力量 逐年增加设宅数量 在营建署同仁高声欢迎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 首次到营建署视察相关业务 林又昌表示 营建署的工作 主要就是要把人民生活环境搞好 因此未来应该成为一个协调大平台 积极做好跨部会的横向连结 及主动协助各地方政府 营建署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人民的生活环境把它搞好 所以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国土规划 城乡的发展 都市的设计 以及整个台湾的居住环境的提升 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那另外呢 未来我们营建署也要更加的一个积极 跟努力 特别是包括在三大都会圈 很多的需要整合的一个工作 这个都需要我们营建署 我们内政部 跨部会的来支持协调跟帮忙 也就是我们内政部 我们营建署是一个大平台 横向的话连结各部会 然后往下的话连结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努力把人民的居住跟生活环境 把它拉起来 把它提升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跟目标 李又昌进一步说明营建署的工作就是推动国土规划 城乡发展 及都市计划 让居住环境提升 包括大家关心的居住争议及人型环境等 其中在人型环境部分 他已经与交通部长王国才有过讨论 将朝向先责定一个示范区域进行 至于外界关注的3800亿元 特别预算中关于贷款补贴等住宅政策内容 李又昌表示将警述提出完整住宅政策方向 协助国人住得起 住得起 买得起 不单单只有3800亿 这个所谓的金额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会针对所有的一个面向 来做这个政策上的思考 也成为我过去几天曾经说过的 这个居住正义 它的一个覆盖的一个范围 其实怎么样让人民能够租得起 另外能够住得起 能够买得起 那未来有购物的需求的民众 我们可以来协助他 所以他不只是这个3800亿里面 这个特别预算的一个使用 其实他涉及的是 未来内政部长远的住宅政策 所以未来应该要规划用公务预算 来支持住宅政策的一个长远 的一个执行跟推动 那3800亿是一个特别预算 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有一些计划 可能可以用这个一次性的特别预算 但其他的部分 未来应该纳到 内政部的长远的一个公务预算 来做推动 那我们原则上会在下个礼拜陆续的来跟大家做报告 另外对于土耳其强政引发国际关注 许多人慷慨解量进行捐款 不少政治人物纷纷捐出个人所得 牛昌也说他非常愿意帮忙 协助土耳其灾后重建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进入最后一周 周边的节目持续不断 未来舞台每晚都有演出 深圳剧场限地制作 为情人节散播甜蜜的氛围 还有杂技街舞芭蕾等多元节目 让民众近距离体验艺术的魅力 深圳剧场限地制作 为台湾灯会带来量身打造的节目 改编法国会本作品 结合戏剧舞蹈动画的元素 与民众同乐 从情人节气连续三天 在未来舞台演出 散播甜蜜氛围 台湾灯会进入最后一周 舞台活动持续 杂技街舞芭蕾等多元节目 丰富灯会 深圳剧场 他们带来的踩高蹺的 幸福点灯 这是用踩高蹺 然后会做出很多的特技表演 甚至会到台下来跟观众互动 每天两场 从14 15 16 连续三天 再来就是由一群实践大学毕业的 他们成立了一个街舞的团体 这个字念 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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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中文没有这个字 可能是一个狂 实践狂 或者是台语也很宽朗的宽 那他们在日本台湾都得过很多的街舞的决赛的一个 常胜军 下一张 还有在是坏鞋子舞蹈剧团 他们在融合台湾的宗教仪式 那些民间的动作 然后成立了一个作品叫做吃土 这是在一两这去年是一个很夯的一个现代舞表演 那再来还有这个礼拜才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演出的 它是另外一个作品 许承威制作舞团 演的这个作品叫做上兆 这个是用台语来念的 就是送走 送走的意思 把一个幻音器给送走的意思概念 再来 然后还有台北文化奖得奖者 台北首都芭蕾舞团 他们会推出一个玩芭蕾 芭蕾没有那么深奥 芭蕾是可以玩的 同时也邀请台北市郊 试了试从咒来一起配合 做这场经常演出 2月17号 再来 还有2月18号压轴的称务集 称务集是这个浮花是在国际 特别在欧洲到处巡演 非常漂亮的一个舞蹈 非常的视觉上面 非常好看 男生穿tutu 然后这样的一个演出 非常好看的一个节目 未来舞台在灯会期间 每日晚上6点到9点 每逢整点安排节目 适合亲子互动且活泼有趣 另外香蹄大道 每晚也会规划街头艺人轮番展演 总共带来76场精彩的魔术 特技杂刷等 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艺术魅力 其实这一次在最后倒数的一周 还有31场 分别在我们香蹄大道 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半 还有28场 那2月17号到19月 就是这个6、5、6日呢 在东区的柳光公园 还有三场演出 那这个是我们继每年10月 我们的街头艺人嘉年华之外 最大型的一个街头艺人的会演 我们有一个台湾灯会在台北 我每天都会马上收到那个讯息说 今天像前天 是那个武林剧场最后一次 为什么只要加入那一个 他马上就会把最新的表演讯息就出来 台北101水舞光场的光源舞台 也会安排不同的主题之夜 有爵士乐团客家金曲阵容登台 独立乐团主场 深受大众喜爱的告物人 也将登台让民众大饱饿服 内容精彩可奇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在台北市各大展区 如火如荼的进行 吸引了无数人潮前往 不过有一个灯区 却故意把主灯及副灯 做得很不亮 更特别是他的主灯 绿宝盒还可以躺 一起来新一区有春皮 生态湿地公园静静上灯 在台北市新一区 著名的四寿山脚下 这处古老皮塘湿地公园 永春皮正在进行一场 最不一样的元宵灯会 在新一区公所区长 陈冠林带领下 一进公园先看到的是 雄聚山丘上的狮子 紧接着是头上站着 白富殃鸡的老虎 还有以悠闲姿态 面对比达远眺群山 与101大楼的花豹 及横跨在围墙上的大象 这四座复灯让人意象深刻 也成为游客打卡乐点 那新一区其实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有的四寿山 那所以这一次 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的艺术家 在设计我们这个灯座的时候 他就特别把这个四寿的意象 虎豹诗像的意象 就把它融进来 那再加上我们这边是群山环绕 又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湿地的环境 所以他把很多这个自然的元素 当地的物种等等通通都把它加到这里面 主灯部分也非常特别 和一般灯会的主灯不同 沉浸式的做法不但融入 有春皮各个代表性生物 民众还可以直接躺在编织层的主灯上 享受大自然 让身心都放松 我们这个是强调是沉浸式的一个灯区 天气好的时候在那边 躺在那里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星星的 而且躺在那边 你可以安静的来聆听 我们这个大自然的声音 包括很多的蛙鸣啊 虫鸣啊 甚至还有一些鸟叫声 这晚上永春皮湿地公园 真的是一个非常 很适合放松也很疗愈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主灯还是副灯 规划信义区灯区的艺术家 用最低光源的做法 反射出作品的荧光线条 向最大幅度的降低 对永春皮周遭生态的影响 让这里成为全台北市最不亮 却也最洁人的灯区 我们是故意的 故意把它设计的这么不亮 原因是因为 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自然生态公园 其实在夜间 很多的物种在这边栖息 也在这边繁育它下一代 所以当时我们在这边办灯会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有听到当地居民 以及一些环保团体给我们的建议 那他们也很强烈的在监督我们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灯会 在做这个环境最友善 最低度干扰之下 能够跟这个环境融合 用最低光源的灯饰打造 极富生动的灯区 也获得专家学者的肯定 透过线条的骨架 去做荧光材料 然后灯光的反射 所呈现出来的光 那这样子的光相对上 传统的那种花灯来说 它的灯光是比较暗的 然后比较柔和的 那这种低光度的东西 它放在这个地方 反而可以去凸显出它的特色 新义区公所方面 还与林静 永春高中及松山家昌 合作制作与元宵相关的灯饰作品 其中永春高中学生 透过雷射切割 制作出各式飞翔的鸟类剪影 希望吸引民众 一步步地走进永春皮湿地生态公园赏灯 当初我们想以鸟类飞行的姿态 然后引领观众 进入永春皮湿地观赏里面的灯 新义区公所方面 还举办手机摄影比赛 自然环境导览 艺术品手作体验及讲座等 邀请民众一起来永春皮生态湿地公园 感受不同于热闹传统灯会的 自然静谧美丽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且假讯息行动似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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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湾灯会除了主灯区外 台北市12个行政区也特别以在地特色规划了灯区 文山的特色灯区就在猫兰指南宫外的先进广场 及猫兰猫空站外 以猫空找白兔为线索 搭配浪漫温馨的LED灯饰灯海 来欢迎大家赏灯 浪漫唯美的灯饰绵延在文山指南宫周边 以及猫兰猫空站外 灯海景色温馨美丽 跟着白兔将大台北的夜景尽收炎底 这是文山区配合台湾灯会举办的行政灯区 以灯光身形各种创意展现 绝对好看好拍好玩 紫南宫是大家的紫南宫 134年来它属于是我们文山区 也是属于我们台北市 也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因为这个民主的道场来讲 它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目标 宗教教育时善 文化艺术自然生态 所以在这样复合式的一个园区当中 我们来展现我们文山区的一个软实力 也感谢我们大力工程处王副总 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来讲不是指南风 而是结合跟市政府联合的努力 猫兰缆车从旁边经过 同时这整个我们的一个祈福盛进在后面 坐着猫兰缆车 步步高升登仙山 旅主赐福保平安 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 谢谢 谢谢 不只是将我们猫兰缆车呈现给我们国人之外 也希望在我们后一期时代 再次启动我们的观光的时候来讲 能够帮我们台北市啊 能够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亮点 对面的猫兰是我们最厉害的一个铁观音的园区 另外一个亚洲最大的台北市立动物园 再加上指南公的复合的一个园区 我希望就是说 指南公能够做的 那个机长李锦龙环武 各位长官金锦龙环武 我这边来讲 我希望就是说 这个能够带给我们全民的一个幸福之外 也是大家都能够经常回来的地方 同时啊 待会这个点这个灯啊 它是在一个自然环境当中的一个 呈现出我们文山区的主灯 别有 一般的一个风味 所以这一点让大家待会来感受 在这边要感谢我们高苏维 就是 旅工给我们那么 那么漂亮的一个场地给大家 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可以 稍微留一下看一下 我们12区的灯 灯区啊真的 文山区啊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这边啊 那个非常感谢我们高苏维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民意代表 在议会对区公所的所有预算支持 尤其这次的灯会 所有民意代表都是大力的支持 所以因为我看报纸好像这次的灯会好像花了好像八亿多 所以说算是非常非常有看头的一个灯会 那12区的主灯在12区 那12区的那个配额的灯会在各区 那主灯是在那个东区 博物纪念馆啊 还有东区的一些商圈 还有市政府的周边 各位有空可以去那边赏灯 日前点灯仪式热闹无比 获奖无数的木炸国中险制队 敲锣达步舞时主性 热闹开场 现场贵宾及市民朋友共同点灯 节目还特别邀请JW新移民舞团表演 台湾灯会除了主灯外 民众不妨走进12行政区 感受12种不一样的台北容貌 温山特色灯区结合在地公庙与地景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上灯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议开展以来 话题不断 台北市官传局与业者合作 推出了限定宝可梦的捕作活动 在灯会范围有机会遇到 常在北美洲南美洲 还有非洲的宝可梦 甜甜营等15只宝可梦带回家 各位宝可梦训练家注意了 原本常出现在北美洲 南美洲和非洲的宝可梦甜甜营 现在在台湾灯会现场就可以抓得到 除此之外还有碎碎孤定 重等15只宝可梦 都比平常更容易出现 遇到异色宝可梦的几率也大幅增加 这次的甜甜营 因为那个比较稀有 它平常只出现在国外 然后这次听说就是灯会期间有限定 所以就马上过来抓 其实还蛮好抓的 刚刚也有抓到 像我现在就遇到了烛光灵 然后刚刚也有遇到甜甜营 我们会再过去别的 像12行正灯区也有的样子 对 好抓吗 甜甜营好抓吗 这 这 不好抓 可是它很厉害 它会越时更难抓 因为它的CP值太高了 哦 越时 难怪我会玩那么多次 它都逃出我的手掌筋了 你要用那个 要四次才成功抓到它 然后甜甜营的部分 它刚刚抓到 几率也还算 至少十分钟它就抓到了吧 之前每一次台湾的活动 我差不多都有过来 可是这一次呢 是台北市来邀请我们 参加他们的当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谢谢台北市这个邀请 然后也谢谢台湾所有的玩家 一直对我们 这么的热情 每一次我们的活动 都有很多的训练家 过来抓他们心里 最喜欢的宝可梦 希望各位训练家 今天也招到很多 他们想要的一只宝可梦 活动也增设许多宝可梦补给站 提供民众看灯会之余 玩得尽兴 即日起限定三天免费参与 就是逛灯区的时候 我发现啊 在补给站的部分有增多 那我个人还蛮喜欢 国际游业灯区的部分 然后我知道那边好像有新增 那刚刚在这边逛的时候 都有看到后面这个灯啊 也是有补给站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 你可以赏灯的时候 也可以补给一些道具之类的 对 那活动时间呢 就是在2月10号到2月12号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礼拜五到礼拜天 这三天限定 在每天的10点 早上10点到6点的期间 那这个地点会散布在我们 整个灯会的四大展区的范围 就是国务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东区商圈 还有从山文创园区 新一长圈四只南村这些点 那这个活动主要 我们这次活动的重点 就是这15只宝可梦 那这15只宝可梦 平常就是比较少在台湾出现 那我们这次在配合我们灯会的活动 在游戏里面 玩家可以遇到这15只宝可梦的机率会增加 那另外就是除了碎碎夫之外 他们还我们还会有很有机率 会遇到他们的异色形态 再来就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次还有西友宝可梦 那这个西友宝可梦是甜甜蜜 它原本吃在北美洲南美洲 还有非洲才会出现 然后之前只有在2020的 台湾灯会现场出现过 那我们这次2023台湾灯会又再次回归 那在未知图的部分 那因为是复印今年的灯会主题 光源台北Light of the future 所以我们未知图可能有LUF的部分 也是玩家都可以很有机率 在我们灯会场域里面遇到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活动三天期间 也有分设一些宝可梦集站 那它也是分别分布在四大展区 一共有十三处 像是我们广展区的一些灯室 然后原展区的固给乐固灯 或是国管的 捷御国管站的5号出口 还有未来展区的这些灯室 那另外还有就是中央展区 国际友宜灯区的松山市和宏前市的话 灯前面我们这些都有设宝可梦集站 那同时我们12个行政灯区的这些灯室 也都分别有设置一处的 为了这三天期间限定的宝可梦集站 更特别的是全台湾大概第一次 它有异色 异色就是不同颜色的宝可梦 不是只有一个颜色 那是异色 第二个事情是充电站很多 包括扩及到我们的光源 未来还有中央展区 还有12个行政区 就是补充能量你可以继续抓宝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预期这三天 会有非常多的玩家来寻宝 那我要特别呼吁大家 现在灯会其实人潮已经非常多了 在抓宝的时候请务必注意安全 不管是在人行道 在车道 在灯区 因为这灯区可能会有一些压线潮 安全第一 呼应今年灯会主题光源台北 活动也特别选出三种为之图腾 邀请玩家到场收集 预期会有许多玩家参与 平日可多一成人潮 记者温君台北报告 2023台湾灯会在松山文创园区 圆展区设置的原住民灯区 以火光流转为主题 展出了六件实体作品 及一件数位作品 其中由艺术家伊佑葛昭创作的大型作品 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以火塘为主体造型 高达7米 长宽15米 可以360度穿透式赏灯 搭配声光展演 充满了视觉震撼 由艺术家伊佑葛昭以火塘为主体造型 建构长宽15米 高7米 可360度穿透式赏灯的作品 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搭配金曲及音乐 呈现气势磅礴的原式灯会风格 这件作品叫做 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然后其实我们找 就是部落的一个传统啦 就是透过烟 然后那一道白烟 它其实会 就是会带领我们的话语 带到天气 让主 到主灵的居所 然后告知主灵 其实我们有一些期盼的事情 或是想要告知的事情 或是想要渴望被主灵照顾的时候 或是在打猎的时候也会透过这样的仪式 用烟然后告知那个 告知那个主灵这样 灯光秀其实也是我自己唱的啦 因为 因为我很想 它其实它是一种情境啦 我们在做迎领的时候 迎领告知的时候 我们现在它第一步它会有先有烟会出来嘛 然后可能我们会先用吟唱的方式 然后去吟唱 把领引下来这样 然后告诉它 我们准备要做什么事情这样 然后它后面的就会有一些海浪的 可能就是主灵有听到 可能所有万物都听到 就是可能我们有海神 山神 或是主灵这样 三 二 一 点灯 OK 好 我们点起来了 台湾灯会魁为23年重回台北举办 这次特别与台北市原明会合作 在松山文创园区 圆展区设置原住民灯区 邀集六组来自不同族籍的艺术家进行创作 打造六件实体作品 一件数位作品 以火光流转为主题 象征凝聚族人与连结认同感 圆明会也很开心 在这个灯会能够跟台北市原明会 来相互的合作 我想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持 更开心看到我们这些艺术家 你们所有的创作的这些作品 我相信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国人 看到我们艺术家 我们独特的文化 我相信未来发光也会发热 亮点作品和主灵对话的路径 从晚间17点15分起 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类聚场式声光展演秀 此外配合灯会整体艺文展演规划 邀约高达30多组原民表演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年台湾灯会在台北大同灯区 在永乐广场集体化街一段浪漫灯场 以爱恋道成为主题 装点光影缤纷的心愿术 炫彩迷幻的心心相应灯 及温暖可爱的幸福之术 灯区持续到2月19号 欢迎民众坐灰来赏灯 在倒数声中大同灯区正式点亮 响应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大同区公所将大稻城迪化街区 从南到北变成浪漫灯区 以爱恋道成为主题 装点光影缤纷的心愿术 炫彩迷幻的心心相应灯 还有温暖可爱的幸福之术 点灯仪式中 市议员与多位大同区里长和地方人士 都到场参加 现场热闹非凡 这是非常开心的 市政府采用这样一个遍地开发的方式 让台北市各个地方都变成这样一个展区 毕竟台北市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同区 绝对是12个区里面最有特色 大家用动不动 这边灯区特别漂亮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迪化街有非常传统的特色 不只是建筑非常的美 老街特色也是台北一级棒 所以再加上这么这么美的灯区 这边真的是值得大家一逛 今年我们的迪化街真的特别不一样 就要感谢我们吉工厂 跟我们商业厨 今年有我们的迪化街 不管联合大家也好 包括我们这次的灯节 三大灯区中为在永乐广场的心愿树 以多层次框架组成爱心 内建复古红灯笼 充满节庆气氛 大稻城公园的新星相应灯 搭配兔子灯饰 吸引市民朋友来拍照留念 十联洞的幸福知数 则是以温暖的毛线编织 融合大稻城的产业元素与文化气息 另外迪化街建筑上还有商业处布置的 五支福气蒙兔 天蓬灯笼 让灯区充满可爱缤纷的年节喜气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是睽違23年之后 再回到台北来办理 这边要登特别报告的 以往不同的地方是 以前都在单一行政区办理 今年已经由城市郎带的方式 由台北101开始 次政府 然后经过国父纪念馆 然后遍及到12行政区 以遍地开发的方式 呈现各区的特色 来让市民朋友来欣赏 展期是2月5号到2月19 当然我们大同灯区 就在大道城地区 我们分别设置在永乐广场 还有我们的大道城公园 还有我们的十年洞 主要是以爱恋道城为主题 我们分别设置的心愿术 心心相应灯 还有幸福之术 那主要希望以幸福 爱情的概念 来传递给市民 希望市民都能够接受到祝福 能够心想事成 那当然这一次的活动 我特别要感谢我们 峡海城隍庙大力的支持 还有旅长 还有在地的商圈 店家旅长 鼎翼的支持 点灯仪式现场 公文雪泥幼儿圆小朋友 穿着可爱兔子装 带来新春祝福表演 灯节期间 有乐广场上的萌兔扭蛋机 还有每天200份的 限量豪里线长钮 欢迎民众来赏灯 一起扭转好运 幸福一整年 记者领期会 台北报道 睽问23年 重返台北市举办的 台湾灯会 2月5号起正式展开 四大展区 吸引了国内外民众 前往赏灯 除了主灯区外 台北12个行政区 灯区也各自精彩 其中 南港灯区就结合了 科技以光雕投影呈现 配合北流 无围墙博物馆的计划 不但动感十足 还深具环保效果 高亮度投影 以校正及动画制作的 声光特效 台北市南港灯会 打破传统灯医的做法 以光雕投影 在北流文化馆建筑墙面上 呈现欢乐活泼的元宵气氛 结合科技技术的光雕投影 不但在活动结束后 不会遗留实体灯具 将废弃物降到最低 具有环保效果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南基地文化馆前广场 无光害的环境投射 效果十足 连来往人车都能欣赏 其实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后面 我们这一次 就是考量环保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用 定时定点的投影光雕秀 来呈现这次灯节快乐气氛 来展现我们 港洞兔兔闪耀北流 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是希望 市民在这个优雅的环境里面 随时可以欣赏 这个结合科技跟艺术 还有各种 声光色设计的一个饗宴 然后也可以在 北流这个优雅的环境 大家可以漫步在夜间享受 这美丽的元宵佳节 我们希望灯会过后 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材质 要需要去处理 因为实体灯区 你总是有一些实体灯 那就会变怎么处理 常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一方面还有就是 北流这个环境 刚好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 所以我们也希望 让这个地方呈现光雕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地区 然后让市民 无论是经过中宵东路 或市民大了两道的时候 都可以欣赏到这个定点的影像 酷炫的光雕投影 内容更浓露的南港人气景点 与重点建设 展现南港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他除了设计这个音乐 跟这个动画以外 他也会把我们南港 比如说像北流 我们的茶山 还有我们现在东区门户 几个特别设计出来的地标 都有放进去 所以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 来这边玩的时候 也能够观赏我们这块影片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南港 这样最近蓬勃发展的特色 除了每晚6点到10点 定时播放的元宵光雕秀外 广场两侧的行道处 也挂上了闪闪灯饰 营造浪漫氛围 让民众悠闲散步赏景 感受南港迈向新世纪的活力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公布三名副发言人 分别是新美市政府前发言人蔡婉宁 鸿海集团电动车公司前公关徐震玄 以及国民党青年团前执行长 萧宇云 团队沿染优秀的年轻心血加入 强化市政对外沟通 促进市政推动 台北市政府除了罗望哲发言人之外 日前在公布三位副发言人 分别是国民党青年团前执行长萧宇云 鸿海集团电动车公司前公关徐震玄 以及新北市政府前发言人蔡婉宁 台北市政府要公布三位的副发言人 分别是在右手边的是 徐震玄 萧宇云 还有蔡婉宁 那台北市政府可能会持续打造一个 强化型的沟通性政府 未来会延览更多的心血加入 来强化对外的发言工作 目前我是认同市长这个施政的方针 那所以也希望结合过去的经验 来投入公共服务 之前的主要的经历 其实都是待在媒体业 那后来也有短暂待过这个企业 那希望就是结合这个媒体业的经验 还有产业界服务的这个经验 那结合不同领域的经验 来投入这个公共服务 来协助市长推动市政 大家好 我是婉容 那我之前是担任新北市的副发言人 那现在也是担任副发言人的角色 那接下来会持续跟市府团队 一同努力来推动我们的市政 包含市政对外的发言 以及媒体沟通协调 还有处理市长相关的行程 那未来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相信的话 其实因为自媒体 不管是新媒体也好 社群也好 影片也好 物质也好 那都是一个趋势嘛 毕竟现在大家都是以影像为主 那我也相信接下来 不管是市长 或是整个市府团队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台北市目前的市政的规划 然后让更多人喜欢台北市 我觉得首先要谢谢市长及市府 团队给我这个机会 年轻是一个机会 没错 但是要更谨慎 更有谦卑跟谦虚的心情 去向前辈们学习 我是肖雨云 今年24岁 之前在联合报担任记者 还有在国民党中央 担任青年团的执行长 以前都在做新闻 采访撰写 然后还有参与青年事务 三位年轻副发言人平均27岁 其中最年轻的肖雨云 更仅有24岁 被媒体问到如何回应 讲完市长接待前科文者市长 看花灯一试 立刻答题 因为台湾灯会是我们的 回回32年来 回到台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其实都有 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的贵宾都来参加 那柯市长今天也会来参加 是我们重要的贵宾 那我们也都很审慎的在安排相关的行程当中 那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吗 这次的我们的灯会在台北 那不管是刚刚也有提到的 不管是外边也好 或者是县市首长也好 尤其是柯市长过去 他在柯市府所帮我们累积下来 或是他们的努力 都也非常的感谢 所以接下来 如果像今天下午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有接下来的安排的话 我们都会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一定是非常欢迎 大家也非常欢迎柯市长 然后继续给我们一些意见跟指教 对 台湾灯会的事情都在 宏东市的修整当中 那很欢迎柯市长来给我们指教 或是建议 那我们在后续的灯会 请都会继续做出更好的 检查与改善的措施 市府这次延烂年轻心血加入发言体系 强化对外沟通 协助市政活动和政策的推动 期盼透过轻松方式行销市政 我们三位不发言的朋友们会目前是以 市政议题对外发言为主 那也会协助市长行程的这个规划 那还有媒体事务上关的协助 那我觉得因为年轻人嘛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听取很多年轻人不同的看法 那因为我们的年龄层也包含 也是满广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 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行销市政 然后当然不除了灯会以外 之后接下来台北市还有很多不同的 不管是行程也好 或是活动安排也好 我们都会找到更适合的方式 或更有趣的方式 跟大家来推销行销市政 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讲市府团队呢 就是希望能够注入更多的 年轻有活力的心血 尤其在过去 包括像媒体实务啦 或是政治上经验 有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欢迎来加入 那我们也希望 就由这次的心血加入 来加强这个对外沟通 以及民众之间的互动 来让我们市府团队呢 一起来为民服务 从侯家军转成蒋家军的蔡婉荣也表示 双辈本来就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会延续过去在新北市 所学习到的经验 也希望将过去看到学到的 带来台北市 继续为市民服务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 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 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邮轮港口城市 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观光客 市长谢国梁与都发处长谢孝坤 在事务会议记者会宣布将推动 市容整洁政策 呼吁违法搭设木架 应架的所有权人先自行拆除 后续市府将展开查报作业 维护市容整洁 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邮轮观光客 市长谢国梁 既推动干净家园与行人友善政策后 再推动市容整洁政策 希望让各地的观光客 对基隆有好印象 提升市民的居住生活品质 那我们今天推的政策是市容整洁 这个是既行人友善 干净家园后 我觉得很重要 要去推动的一个政策 基本上我们在城市里面 还是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多阴价 木价 这个违法搭建的广告物 淋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那这个议题对基隆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会分短期跟中期的方式来推动 短期之内我们会把 这个现在随便搭利的 木价 樱价这样子的广告物 会通知业主 希望他们能够自行处理 然后未来在城市 在棋楼 在公共空间 到处堆放杂物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们也要慢慢的跟各区的区公所跟区长 大家来共同来思考改善 那中期我们会请突发处 也会去研理这些中期广告物 一个设置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但是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短期跟中期我们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整洁 更干净 让大家居住得更舒服更安心 那我首先说明说这个 违规的这个樱幕架 其实它的这些乱搭 其实第一个当然最最严重 就是造成我们整个市容景观的这个观瞻 就不太不太的这个漂亮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它在行车 它有一些都会搭建在这个重要的 我们一些路口 那也影响我们这个行车的这个安全 那第三个可能比较严重的 如果它有接近一些建筑物的话 可能也会阻挡到一些这个建筑物的逃生的通道 也会影响这些公共安全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推动就是说 短期的部分我们呼吁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违规使用的 这些广告的这个使用人 或者是建物所有权人 那就是请大家先自觉性的 可以先把它拆除掉 那后续呢我们会开始来做一个查报的动作 那其实依照这个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4万到20万 所以后续我们会开始进行这个 查报的一个这个作业 罚则这个也让大家看到 就是依照这个建筑法的9513条 那刚刚市长有提到 其实依法是需要来申请的 那不过目前大部分都没有依法来做申请 那所以后续我们查报以后 可以依照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来采罚 这个4万到20万 那不过后续当然这个我们要建立 这个很重要就是建立民众法治的观念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相关的 这个邀请相关的这个广告商工会等等 我们来宣导如何来协助 如果有需要来设置这个合法的这个广告物 如何来做一个申请 那这个我们会跟工会来做一个配合 那所以这部分 前期的部分先做宣导 那也请这个相关有这个违规使用的 这个广告物的这个使用者 或者是建物或土地所有权人 那就请自行拆除 那后续如果借其不拆的话 我们不但可以裁罚 那如果我们后续要进入到强制拆除的话 还可以跟这些相关的违规者 来收取必要的费用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表示 尤其重要路口等交通热点 常见违法的募价应价 妨碍市容景观 甚至也影响建物的逃生通道 市长谢果良表示 目前是宣导期呼吁违法设置 募价应价的所有权人 先自行拆除 后续市府也将展开查报相关作业 大家一起努力 让基隆的市容更整洁干净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议长童子伟及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和基隆市在地媒体记者 到台北市著名的北投温泉区 某个秘境行程践行参访 也听取在地导览行程 虽然基隆市不像北投区有温泉加持 但地形类似 因此政府议长分别提出自己的建议及看法 要和基隆市政府一起努力 持续发展基隆观光 走在两旁树木林立 蜿蜒又上坡又得爬十阶梯的路上 如果不说 可能不少人会认为 这是在基隆的某处地点践行爬山呢 其实这里是著名的台北北投温泉区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贴心安排下 特地和议会民政财政建设以及教育 四组审查会委员正副召集人 市议员陈明健 于三发 张浩瀚以及张耿辉等人 陪同基隆在地媒体记者好朋友 到台北市北投温泉区践行参访 也听取在地导览 虽然基隆市不像北投区有温泉 但是地形类似 而且基隆也有在地饭店和餐厅的各项特色美食 因此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基隆市议会和基隆市政府一起努力持续发展基隆观光 我们基隆虽然屋地小 但是我们七个行政区都有不同的特色 像我们七土区有很多休闲农场的DNA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农场 那我想我们政府议会的角色可以来协助争取 比如说道路铺设观光的导览 或者是农会渔会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的休闲农业可以加持复合式的产业 我想现在是非常适合的 尤其在邮轮复苏之后 像暖暖区我们也有农场 然后也有这个步道等等 都可以一路来 其实也可以跨县市的合作开发 让这个古道都可以让大家来参访 然后可以讲一些历史文化的意义背景 那像我们仁爱区 我们仁爱区现在就是游戎复兴的地方 那甚至我们每个区都还有一些炮台 我想我们的炮台巡礼都在山坡上面 因为过去因为高地的关系 地形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优势 但是我们现在要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道路 然后还有方便的步道 我想这个步道是很适合这个爬山的人 然后也可以顺便参访我们的古迹巡礼等等 那因为我们的腹地比较狭小 山部地有时候开发不易 所以我想我们政府跟议会 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来协调 跟民众协调 跟全属机关来协调 那我想这个协调完整以后 譬如说仁爱区的这个石球岭炮台 它很适合作为一个百万夜景的一个根据地 因为它是环山 也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想它的地形优势是独特的 那我们有很多特色在各区都可以做开发 然后可以做参访 我想我们接下来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刚刚这个从这个山下沿路上来 发现到说这里整个地形跟基隆的这个 尤其是我们七土区这个山区的地形 有点雷头 那我发现到这边这个春天酒店 这里它的主题就是温泉 那也让我联想到说 我们基隆市的七土区山区非常多 尤其是在马林 牛瑞 包括江子寮山 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可以 针对七土区的条件应地置疑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类似台北基隆的后花 台北基隆七土的后花园 可以种植一些植物 花花草草 吸引一些这个观光客 怎么样去就是说规划这一块 带入这个观光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当然也需要我们市政府要去招商 你知怎么样去观察 地方的条件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不要浪费这个我们大自然 给基隆市七土区这么好的一个天然资源 如果好好地去规划的话 我相信未来基隆的七土 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景点 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也认为 基隆市不少地区和北投区地形类似 虽然没有温泉加持 但是山林景致和人文特色更胜北投 比较缺乏的就是如何用兼具神秘 又有故事性的方式 包装在观光导览里面 增加民众到基隆的旅游兴趣和深度 也可以在特定景区规划植栽 四季不同的花卉 营造出不同的景致 可以让游客拍照打卡当网美 强化游客的性质 另外导览员也说 近年来有许多喜欢在户外攀岩的民众 会到镜头上北投区这种山壁攀岩 或许新的基隆市政府团队 也可以动动脑筋 评估在基隆适当地点尝试规划准许类似的运动 吸引不同族群的运动爱好者 也来基隆运动兼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针对内政部长林又昌推出的租金补贴 房贷补贴等住宅政策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正面看待 能够帮助年轻朋友与就业民众 针对内政部长林又昌推动住宅政策三支箭 包括扩大租金补贴 房贷补贴与青年购物基金支持机制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正面看待 现在的房价以现在十几年年轻朋友都没有涨的薪水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林部长跟内政部开始推动一些政策 不论是买房的补贴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正面开始帮助年轻人也好 帮助这些社会这些就业人士也好 我们是正面看待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林部长能够在这方面的住宅政策的这个政策 能够推动的更顺利 替年轻朋友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非常正面的看待这些住屋的政策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对未来感到失望 以及后续不婚不生的少子化危机 已经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安问题 期盼中央与地方合作 务实地帮年轻人来解决住宅相关问题 这样台湾社会才能够有更多的幸福感 让大家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 中央新闻的社会案件话说 中央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